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如果你在外國,例如英國,美國,加拿大 逛街的時候,突然間被一個華人面孔的遊客截住你 就問你,用普通話的?請問你是中國人嗎? 請問你是中國人嗎?那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對這位國內的同胞,用普通話去問你是不是中國人 你會有些什麼反應呢?在小紅書上面,就有一個大陸的遊客 在英國就問到一個華人面孔的人,就問路,就用這個方法來問 誰知道就給了這個反應他,他說我第一次在國外受到歧視 究竟他怎樣被人歧視呢?回來再說 用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LotVPN之後,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可以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子,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了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不妨試一下 這件事是這樣的,有一個大陸的遊客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個貼 應該是一位女士來的,因為據台灣媒體的轉載 也是一個女士的樣子,一個少女的樣子 她那段字是這樣的,她說沒想到在國外第一次被歧視 然後就有一個特區的,香港特區的區區 是HK人給我的,即是香港人給我的 起因呢,因為我在車站一直都找不到去Tulsa小鎮的車 我就想找一個中國人去問 當時我看到兩個華人面孔在說粵語 我就跑過去問了 小姐,請問是中國人嗎? 小姐姐,為什麼用小姐姐呢? 請問是中國人嗎? 用普通話說的 這個時候一個小姐姐一言不發 不太想理我 另外一個小姐姐看了我,白眼了我一下 就說我是香港人,然後就走了 然後一段一個潰湖 我一整個在風中凌亂 我不知道是不是首歌詞來的 這個貼文就說 這個時候我又看到另一組華人面孔在交談 我又過去問了同樣的問題 幾個女生有時一言不發 不太友好的打良我 我只要一個小哥哥說了一句 聽得懂 小哥哥人挺好的有一說一 並告訴了我 方偉 後來得知他們也是香港人 即是他問著我兩組人 第一組的女生 白了他一眼一言不發 第二組的女生都不理他 不過有一個小哥哥男生就告訴他 所以他就這樣 我就想 難道我問他們 是不是中國人覺得冒犯了他們 但再怎麽不願承認香港也早回歸了不是嗎 OK 其實那個TOSA 就不是在英國 大家知道查回字典 查回這個網 這個是巴塞 他在加泰羅尼亞附近的一個小鎮來的 所以他的hashtag就是巴塞羅那旅行 TOSA小鎮等等等等 這樣 好了 那這段東西就在台灣就有媒體轉載 在大陸也都引起一些反響 文章一出就牽起熱議 很多中國網友紛紛痛罵 不配做我們同胞一群亡本的港人 應該當場教育一下他們 即是怎樣 白了你一眼那又不說 我是香港人那又如何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類似的經歷 我就試過我們都說過了 我都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為何來自中國大陸的人 去到一個外國的地方 看到一些華人面孔的 他第一時間就會跟別人說普通話 好像老鳳一定要懂普通話才回答你 如果別人不回答你 你就說別人歧視你 那是不是歧視你呢 我的經驗就是他一直捉著我 我這樣問我 蜜都是問號 我就用英文跟他說 他好像回應不過來 不過感覺 可能英文不太行 他帶著一個 我想來這裡讀書的初中生 很奇怪 他們認為 華人 華人面孔一定要懂得聽他們的普通話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人當然不懂得聽 香港人也可能不懂得聽 不是一定要懂得聽 第二個可能性 他根本不是香港人 或者是香港人來了這裡很久了 根本就沒有學過這些普通話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那我就不懂得聽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 我不複跟你說普通話 我不認同我自己是中國人 我是香港人 這樣行不行呢 例如 在外國 在美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英國也好 我想不少人 有這樣的遭遇 你跟外國的朋友 即是本地人也好 又或者是來了很久 其他的亞裔 這樣的人 都會問你來自哪裡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那你就說 I come from Hong Kong I am Hong Kong 那他就說 Hong Kong is China 他一定會這樣問 OK 那你們要廢盡唇舌解釋給他聽 香港和中國有什麼不同 香港人和中國人有什麼不同 那你會解釋給他聽 他好像似懂非懂 如果他看到媒體的報導 關於2019年之前之後發生什麼事 可能他就會容易明白你說什麼 不然他就說完之後 也是 香港也是中國一部分 沒有人不承認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但是香港人和中國大陸的人真的不同 好了 這位女士 她的難道 難道我 問他們是不是中國人都覺得冒犯了他們 但再怎麽不願承認香港也早回歸了不是 這個就是大陸人 大陸的中國人 中國大陸的人 對香港人認識的盲點 這個就叫盲點 有不少的香港人 縱使他不是什麼 扣他母子 什麼港獨 他不是這樣的想法 他也會北上消費 但是你要他說 你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他第一時間就說我是香港人 如果你問他 你是不是中國人 他說我是香港人 他無論如何都說我是香港人 他要 他不是在政治上覺得我是香港人跟你有什麼分別 我在文化上 我在成長的過程裏面 我在很多的認同的問題上 我跟你們有分別 是吧 我跟你們有分別 當然這個不能以偏概傳 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在中國也有些愛護狗的團體 有些愛護動物的團體 他們都要對於這個狗肉節 就非常之反感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粗疏的分別 你說我跟他有不同的 我見到在網上說 一看一眼就看到你是中國大陸來的人 或者是香港人 你會不會這樣 來到香港會受歧視 你有一些動作或者有些行為 比如說你喜歡蹲的 香港人我想真的沒有什麼人蹲的 你喜歡蹲在街邊那裡 很開心地咬著煙喝水 這個是農民的習慣 大家知道 在田基那裡 或者去大便的時候 喜歡蹲的 比如說 喜歡很大聲說話 有些香港人都很大聲說話 我也覺得很吵 又或者 講電話的時候 或者聽YouTube的時候 喜歡開著的聲音 唱大戲也好 唱京劇也好 原來在英國都有人開個聲音 聽話的 隨地扔垃圾和吐痰 我想相對比較少 打尖 我想在英國是很難發生的 因為英國人不是怎樣排隊 但是也不會爭先恐後 但是香港人很喜歡排隊 香港人不會扔垃圾 不會隨地吐痰 除了某些阿叔阿嬸 某些 不是全部 喜歡開大聲音 聽話之外 一般的人都帶著耳塞去聽 當然也不喜歡某些 這個就是文化上或者行為上的 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分別 大家不要老諷 大陸來的人去到全世界的地方 捉住一個華人的時候 就要用普通話去問他 覺得一定要人回答你 不回答你就是歧視你 你跟歧視無關 我聽不懂 又行 我不複回答你 為什麼你這麼快就覺得我是 我是中國人 我和你有分別 這樣行不行 如果你說我和你有分別 那你又要扣人帽子 像大陸那些網友 不配做我們的同胞 那些人說 不配就不配 我不是很想做的 一群亡本的港人 怎樣亡本 亡什麼本 那個本你打給我的 香港的發展真的靠你 你猜 亡什麼本 應該當場教育一下他們 我反過來就教育他 我和你有什麼不同 那這一種情況 就不是對這個小香港 回歸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部分的 特別行政區的小香港的人 大陸人是這樣看的 就是我 我當你是我的同胞 我當你是中國人 我現在給你面子 把你拿入我們的大家庭 裡面 他們會這樣 我是上的 你是下的 因為我問你 我當你是中國人 其實我是 我是 你是你的榮耀 你明白嗎 不是我誤解了你 他對台灣人也是一樣 大家都知道 在靠大陸找食的台灣藝人 是吧 動之都會出事 拿著 中華民國國旗 青天白人 滿地紅旗 固然會出事 說你搞台獨 不知道為什麼 青天白人 滿地紅旗 會搞台獨 如果是這樣搞台獨 馬英九 就搞台獨 如果馬英九 跟習近平在聊天 大佬 又或者是在國際的場合 就說我是台灣人 我來自台灣 或者我不是說我是台灣人 他也不敢說我是台灣人 我來自台灣 這句說話都是搞台獨 多危險 好了 對香港人是這樣的看法 對台灣人是怎樣呢 原來又有 又有在網上見到 這個是什麼人呢 這個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就有個貼文在網上 他說我的台灣同學 說他不是中國人 然後他說 這個人就是去瑞典的 他說想起剛來瑞典的時候 有一天在路上 看見一群人圍在那裡 就想去問問 這事在街馬 就要關你差事嗎 就是這麼八卦的 這個大陸人來的 看見有個明顯 東亞長相的女生 東亞長相 就是亞洲人 東亞不是南亞 就問他 Are you Chinese? 是中國人嗎 用英文的 他說 I am not Chinese But I am from Taiwan So I can understand your language 好得體 我不是中國人 我來自台灣 所以我明白你在說什麼 然後 這個不知道是哥哥還是姐姐 我當場石化 石化了 然後就 無語 然後就有很多個 hashtag 瑞典 北歐 北歐 留學 台灣 瑞典 留學 留學 那些事 我的留學生活 OK 好了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來自台灣 所以我聽得懂你的語言 顛覆了他的形 有很多網友有留言 相當氣憤的 這就是為什麼要趕快修復台灣 OK 他就說 你第一次出國嗎 習慣就好了 那怎麼辦 雖然必豬來一套 快點舉報 那又是那種 就是 吐近乎 就是 認為吐近乎 就是 大家鄉里 嘛 來自 就是中國大陸的 那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因為在大陸的人 大陸的人 他的認知 的範圍 都是來自他們的媒體 無論是主流的媒體 那些黨媒 或者是社交媒體 都是來自他的媒體 他會覺得 回歸了 香港人 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以中華民族 炎黃子孫 驕傲的嘛 應該是這樣 台灣人是一樣的嘛 大家都很想回歸到 祖國的懷抱嘛 因為現在大佬 我們壓立國 強國之臨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大家都趕快 要上來做中國人 做什麼 你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一個就說 我是香港人 自己心想我是香港人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就走了去 給你白眼 你又覺得被人歧視 台灣人就跟你說 好心跟你說 用英文 我不是中國人 我來自台灣 所以我懂得你的語言 你覺得有沒有搞錯 台灣人也是這樣 香港人也是這樣 所以要用武力修復你 是不是 喂 我們已經在世界上站起來了 我們已經立了 強國之臨 我們四大 第二大 經濟體 連老外 都趕著來入籍 說自己是中國人 不過他們賺錢 OK 你堂堂炎王子孫 一個炎王子孫 竟然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吃我底通 是不是要狠狠地 很狠狠 很狠狠地教訓你 是不是 他們整個思維的方式 是這樣的 以為香港人 台灣人 認自己是中國人 應該就是 要快 是不是 怕被人拘捕你 否決你中國人的身份 所以當然趕快要認自己 否決你中國人的身份 多慘 成為棄子 棄子 放棄過棄 沒有了媽媽的懷抱 在外國受罪人欺凌 殖民地時代 在香港說 多受英國人欺凌 踢你屁股 對不對 現在你回到祖國的懷抱 還不快認自己是中國人 竟然反白眼 這樣說 我不是中國人 那是不是應該 狠狠地教訓你 你台灣也是一樣 這就是他們的思維方式 他們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不認識外面的世界 即使去到外國很久 當你看到一個華人面孔 來自香港 來自台灣 不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 你們會說 叫你數點亡組 絕對不能放過這些人 漢奸走狗埋國賊 受殖民地影響 受台獨勢力 港獨勢力的影響 所以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他們會這樣想 他們不明白 我們的文化有很大的差異 在台灣尤其是 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差異 沒有人 很少人 除了馬英九這一類之外 會認同一國兩制統一 可能他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 是中華民國人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他們覺得有分別 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這麼大根小怪 這些不是歧視 不要動一點 只是說是歧視 有些香港人都不知道 什麼叫歧視 這樣就叫歧視 看不起未必是歧視 請問是中國人 真的覺得被人冒犯 那位台灣人 用英文回應他 很得體 我不是中國人 不過我是來自台灣 聽得懂你的語言 我覺得他回應得很得體 香港人 有時候沒有你這麼好戲 看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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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 我覺得真的冒犯了 行不行 這樣就要被狠狠教訓 我覺得挺好笑 所以如果聽懂 廣東話內地的同胞 拜託你去到外國 看到東亞面孔 華人面孔 這件事很重要 就好像 那位在瑞典留學的學生 看到東亞面孔的人 最好就是用英文去問 最好就是用英文去問 不要覺得老奉 因為真的很多人 不會聽你說話的 你問人 不是自己聊天 是不是 用英文去問 那就有禮貌了 但是呢 你要記住 你隨時就會好像那位 來自台灣 聽懂你的語言的台灣人說 說他不是中國人 你要承受得起 這件事也承受不起的話 那你哪裏有大國的底氣和自信呢 請問 好了 暫時講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問心就厚快的channel 多謝你細節 收睇 再見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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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多謝你 不得到 你萬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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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